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老者 老者沉吟片刻说 夏教授动落光火啊 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 李强可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啊 习在浙江担任主要领导期间 李强曾经作为省委秘书长 与习长期共事 也被称之为习家军或者说之江新军的代表人物 习成为总书记后 李强是芝麻开花 光位节节高 二十大他已经成为排名第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非常看重李强 那么您认为他们的关系会破灭吗 我问老者 老者说赫鲁晓夫不是斯大林的亲信吗 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因老一血去世 斯大林生前亲密战友赫鲁晓夫一上台 就在1956年苏共第二次代表会上 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掀起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浪潮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会议上 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通过了一个让社会主义阵营沉默结舌的决议 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林墓中移出来火化安葬 其理由就是斯大林严重违反了列林的遗训 耐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值的苏维埃伦 斯大林虽然去世了 但他的这个生前所做的坏事也祸及到子孙 他的女儿曾经被称为克林姆林宫的公主 叫斯大林被迫改信 还曾经想改头换面逃过此劫 但是苏联仍然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他之后不得不于1967年逃离苏联 到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 斯大林的次子叫瓦西里斯大林 曾经在二战中自愿上前线 击落过两架敌机 斯大林死后他被开除了军队 坐了六年的牢 释放后死于流放地 你说惨吧 林彪不是毛泽东的亲信吗 文革中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万般的猜忌 认为刘少奇就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 而林彪是他最看重的 林彪的确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毛粉 每当毛泽东遇到挑战的时候 都是林彪出来 跟毛泽东站在一起 从正义会议到庐山会议到齐千人大会 林彪还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造神者 林彪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 全世界几百年 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 毛泽东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 毛主席比马克思恩可是列宁斯大林高明的多 现在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 对于毛泽东每一句话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你看这话说的 但最终毛跟林反目 林彪被迫嫁击出逃 甩死在温都而寒 可怜粉身碎骨 华国锋不是毛泽东的亲信吗 毛泽东临时把权力交给了华国锋 还说你办事我放心 但毛尸骨未寒 华国锋就跟叶剑英发动了政变 抓了毛的妻子江青 后来的事里都知道了 在邓小平时期还进行了公审 所以李强是不是习近平的亲信 一点不重要 不是亲信他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李强 李强在浙江主政的时候 就与民营企业的大佬马云关系密切 过往很多 但习厌恶马云后 李强马上转向 今年初上海出现疫情 当时李强是不同意封城清零的 而搞是吧亲 精准亲 精准的防疫 但习不高兴 后来疫情果然泛滥了 李强马上掉头 出卖了上海了 把上海啊 一座国际大多数大都市活成生的 变成了一座死城鬼城 你看 李强完全是习近平的马首是瞻 他会反习吗 我对老者说 老者一笑 哈哈 问题就在这啊 难道你没看到习里不同调吗 李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啊 成长起来的干部 而毛 而习是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 李强主张市场经济 支持民企的发展 习近平也不是要灭民营经济 他只是要给民营经济啊 带上一个紧箍咒 让他们受到监控 受到管制 别成了颜色革命的金主 因为他知道啊 当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以后 他就会提出政治上的要求嘛 所以啊 习是牢牢防范着民营企业 这就是两人啊 既有共同点啊 都让民营企业活下去 但是也有本质的区别 李强是反对封城清零的 认为这样会让经济啊 断崖是下跌 劳民伤台 因为你防不住啊 而习近平呢 命令他封城 是想考虑他呀 是否政治忠诚 并且呢 是二十大前最后一次考虑 李强当然心知肚明呢 为了头上的红顶子 当然呢 他不会顾忌上海老百姓的死活呀 但他内心里是不赞成 封城清零的 所以他执行清零是被动的 是机会主义 内心并不这么想 现在中国疫情失控 李强在干什么呢 什么都没做 李克强已经躺平 李强事实上在掌管国务院 您说的有道理 但这也不能说明 习李就必然反目啊 我访问的 老者说 我觉得有几点啊 可能导致习李反目 一呢 习啊 与常委的关系 现在啊 已经不是过去的 所谓集体领导 你看看前不久召开的民主生活会 习啊 在听政治局委员们的报告 批评与自我批评 然后进行点评 谁听过 他向谁做过报告呢 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啊 这个军臣关系吗 其实在十九代以后啊 这个关系就已经从集体领导 转为了个人独裁 在中国历史啊 你已经多了很多了 你看看从秦朝到清朝 这个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关系啊 从来就没理顺过 皇帝呢 又不愿意管具体的事 但是呢 他又必须要保证啊 呃 丞相对他忠诚 啊 不能让丞相的权力太多 这样呢 会怎么样 啊 会形成伟大不调啊 但是丞相要做事啊 他又想处处摆脱皇帝的干扰 皇帝的啊 控制 这样 皇帝与丞相之间 是不是矛盾就越来越深呢 在历史上 也有丞相最后 把皇帝给干掉了 啊 王莽 是不是啊 汉朝 是不是这个状态 也有丞相啊 啊 把大臣给干掉了 啊 崇祯是不是把元崇坏给杀了 啊 这个 雍正是不是把连根瑶给干掉了 所以这个矛盾啊 是一团烂麻呀 二了 中国的问题啊 太复杂 叫急重难返啊 习近平十年的胡折腾 内政外交啊 是一坛糟 李强啊 面对的难题太多 就他的能力来说 很难承受啊 就内政人员 现在的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可不是一个简单的 啊 说我现在支持民营经济 啊 我们现在要发承经济 大家出去抢订单 那谁给你订单呢 经济 什么叫市场经济 背后是法治经济啊 是契约经济啊 你需要有 啊 法律上你要遵守物权法呀 遵守宪法呀 这样人家投资才有安全吗 你十年胡折腾 现在中国的法治环境 被糟蹋殆尽 那人家来敢投资吗 民营期还敢发展吗 所以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你理顺了 订单从哪里来了 中国可不是美国高科技芯片 中国都是比较低单的呀 都是什么世界工厂 你生产链一旦转移到泰国 转移到东南亚 你就回不来了 你想啊 一个牛仔厂 牛仔服 牛仔裤 牛仔衣 有多高的技术含量了 所以说经济问题叫集中难返 还有维吾尔的问题 现在白子革命以后 老百姓啊 这个不是过去的了 已经逐渐克服了恐惧啊 民族问题啊 新疆维吾尔人 一百到三百万人 你把人家关在集中营里 这一放出来 人家不要独立吗 有些人说那不行了 不能独立 但是把你关进去 你在集中营待个一年两年 你出来也要独立啊 要么就跑 要么就论本 香港的问题啊 台湾的问题 外交而言 美国的关系 欧盟的关系 俄乌战争 南海跟东南亚国家 马上不久 菲律宾总统 小马斯克要访问北京 就要明确谈南海主权问题啊 东海 日本 增加防卫 已经 军费开支 扩大到天花板的数字了 基本上就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为什么呢 你天天 去骚扰人家 你军机天天 在这飞来飞去 那当然人家有恐惧感 所以说内政外交啊 太难了 基本上中共 是已经到了 非常艰难的地步 李强 那当然是非常为难了 第三个问题啊 就是李强不熟悉政府的管理 尽管习近平让他在浙江上海断裂 但是习近平有个特点 大家看出来没有 他不用比自己智商高的人 这个独裁者都是这样 认为自己就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人 他用的人呢 都是矮子里面扒将军 所以都是这么一种人 那你想李强的政治智慧能高到多少呢 他的政府又没真正在国务院认过职 如何宏观管理全国 他不知道啊 又是内政外交一谈招 那习近平自然不满意了 对不对 我给你 让你干这个活 你现在干的比李克强还差 那你怎么说 李强啊 但是李强不是这个感受啊 李强认为自己是总理啊 但他不知道 其实他的地位 还赶不上李克强啊 比如说习要投币 要出去访问 访问这个发达国家 但是呢 一想 我们不能丢脸呢 我们不是一强起来 富起来的吗 撒币 撒币 你说你发展国家的发展国家人家GDP 人均GDP高你多少倍 你撒什么币啊 不行 要撒币 好 李强给钱 那李强没钱啊 那你个钞票 印钞 那你钞票不能天天印了 你说是吧 撒撒撒 那不通货膨胀吗 当然老习不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 没学过金融啊 是吧 李强着急啊 然后说 哎呀 老习不能这样搞 确实现在已经没钱 哎 怎么能没钱呢 我的话能够违背吗 好家伙 这是不是叫麻烦了吗 所以说 很难啊 并且习近平有两件事 他是贴了 新的要做呀 一个是把中国变成北朝鲜 中国老百姓不干呢 不干怎么办 李强 找李强 要打台湾 打台湾怎么办 暂时经济 要管制 要供销社 大四行 这东西还是要搞啊 老百姓不愿意啊 怎么办 找李强 那李强 李克强 还有个克 还可以克强 那李强 那就完蛋了 是吧 这个难题 难题太重了 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 习近平不放心李强 这个独裁者 他对身边的人 谁都不放心 所以说 为什么会出王立军事件 大家按按理说 王立军跟薄熙来关系 多么铁啊 谁知道他会跑到 这个成都美国领事馆 去申请政治避难呢 不知道 但是独裁者的心里就是这样 谁都不相信 文革中毛泽东重用林彪 让林彪看 作为副统帅 但是呢 让他看两本书 一本是三国志的郭家传 一本是二十四史宗的 宋书的范叶传 郭家是曹操的重臣呢 跟随曹操 转战 南北 最后鸡劳成鸡 死了 死于藏中 死是只有三十八岁 范叶 范叶可不简单 范叶是后汉书的作者 那你说这个水平多高 十七岁开始做官 后来相当于国防部长 转于党政 最后被全家操战 死之四十八岁 所以老毛就想告诉林彪 那你那你要学国家 绝对忠诚 鞠躬尽瘁 不要学范叶造反 否则很麻烦 老毛呢 为了保护林彪的安全 派八三四一部队 进驻了林彪的驻地 茅家湾 接管了林彪的防务 林彪龙马一生 那眼睛毛都是空的 这一招还看不懂了 他当然知道老毛的用意了 习近平会放过李强吗 按您这样分析 这李强可不就是个倒霉蛋了吗 我感叹到 老者说李强如果是倒霉蛋 那习近平不是更大的倒霉蛋吗 此话怎讲呢 老者一下说 他以救中共为使命 结局呢 却是要为中共 陪葬 你说他不倒霉吗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这个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接着聊 好 我感谢您的观众朋友们 明天接着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